各位亲爱的订阅者和频道观众,大家好,维塔利·索科洛夫与你们同在。 在本视频中,我们将尝试了解帕斯卡语言及其谎言,他们是活的还是死的。 他们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以及他们对未来的前景如何。 从2000年代开始,关于帕斯卡语言消亡的谣言开始在程序园中流传,也出现了一些神话,我们也将谈到。 出现此类神话,谣言的原因是什么,真实情况如何。 我们还将讨论帕斯卡语言及其谎言的优缺点,并尝试以现在时评估预言的流行程度。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看看语言是如何发展的。 帕斯卡语言的创造者是Nikolas Wood。 他于1934年2月15日出生于瑞士温特图尔。 他是一名科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 1984年图灵奖得主。 在1968-1969年间,他参与了《六八语言的开发》。 在同一年,开发一种新的编程语言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该语言应该教授过程编程,也就是说,主要关注教育领域。 1970年或1971年,Pascal编程语言及其编译器正式发布。 但Nikolas Wood并没有就此指暴,他在1978年开发了Mardulae语言, 并在1986年开发了Oberon语言。 如果你认为仅此意义,Namon Nicholas Wood的开发很大程度上 启动了Java和市井号譽言,他在Microsoft帮助开发,的创建。 他还证明了自己是开发太空卫星, 最新无人机和瑞士铁路的工程师 我们将使用的团力上可用的统计数据来 更好地了解当时世界编程领域的情况 它基于一些开源 总是有一定的误差范围 因此,数据可能因一个来源而异 让我们使用其中一些来源的统计数据 还要记住 在计算Pascal及其方言的流行到时 通常只考虑Delphi和Pascal用户 我们将进一步讨论的大量其他编程环境和方言 仍然无人看管 因此,几乎不可能了解 帕斯卡家族语言流行的全貌 Pascal语言出现后 从1970年代开始 该语言的流行度开始迅速增长 在其人气爆炸式增长的过程中 它要过了APL,Assembler,Algo,Basic,Lisp,Cobot 和Fortran等语言 1980年,Pascal偏译器已经支持了100多种类型的计算机 并在大约5-6年,直到1985年 期间处于流行高峰 此外,该语言的反对者经常表示 Pascal在东欧以外从未流行过 但首先,它是在瑞士 不是东欧国家 创建并在哪里流行的 其次,1978年在加州大学 圣地亚哥分校开发了UCSDP System 其中包括一个端口可移植P代码中的Pascal偏译器 第三,1986年 苹果开发了Pascal语言的对象扩展 产生了Object Pascal 微软发布了它的Pascal语言版本 而Delphi环境的开发是由美国公司Borland CodeGear War Embarcadero进行的 也就是说 在美国,已经为这种语言的发展做了很多工作 而且还在继续做 同样的方法 你也可以在网上查到有哪些公司在Pascal Delphi,Lazares等环境下做过项目 你会看到这些公司的地域非常广泛 Pascal语言在世界上的流行程度可以继续这条链条 但这需要很多时间 如果有人对此主题感兴趣 在评论中写下他 如果你们中有很多人 我会尝试花时间录制有关此主题的视频 该语言在苏联国家也广受欢迎 事实证明 这种语言非常简单 即使没有受过程序员教育 人们也可以部分理解他的代码 董英语 对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有一点了解就足以编辑代码 收复错误并大致了解这段代码的作用 同样令人着迷的是 该语言由于其简单性而可以非常快速地学习 并且几乎所有计算机都支持 但是在1985年 像斯和尼的这样的语言在流行度上超过了Pascal 而在前三名众 Pascal一直保持到1991年底 在此期间他的受欢迎程度被试加加语言绕过 此外 直到1995年 Pascal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前五名语言 但他之所以能够留在那里 主要是因为他的竞争对手 记得和Fortran语言的受欢迎程度下降 自1995年以来 Pascal语言的普及开始逐渐缓慢下降 互联网飞速发展 许多网络编程语言开始流行 取代了流行列表中的许多应用语言 只有斯和斯加加能够为网络语言创造竞争 但是Pascal凭值他的缓慢下降 切法保持在塔十语言中 直到2002年底 同年 Pascal方言对象Pascal 后来发展为Delfi 越来越受欢迎 他在塔十流行语言中打破了一段时间 但随后跌至下方 并且与Pascal一起保持在前十名 然后紧除其后 直到2005年 而此时 更多的编程语言正在进入市场 他们每个人都试图为自己分一杯羹 结果 许多失去流行的语言变得高度专业化并专注于特定领域 有些用于科学 有些用于工程 有些用于处理数据赋或其他东西 例如 有块经常用于处理数据赋和教育 Pascal还在教育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正如最初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设想的那样 当然 他们也被用于创建游戏 应用程序 系统编程和各个领域 但这并非无处不在 2005年之后 帕斯卡语言的所有方言都没有进入流行语言塔十 只有少数例外 而且时间很短 如果说Pascal似乎无法承受竞争 那么许多新版本的Delphi结果证明是有缺陷的和未完成的 因此他们的受欢迎程度下降了 在许多人看来 帕斯卡和他的方言已经死了 更多是因为他们开始越来越少地听到和使用这些语言 但在不同的国家 Pascal和Delphi语言仍然在塔十五或塔二十流行和需求语言中 这是有原因的 在互联网上的一些Delphi程序员中 可以听到以下他们最喜欢的编程环境流行度下降的理论 他们说 在2009年夏天 一位教授Delphi并与Cody的一些员工交谈的人收到信息说 当波兰陷入财务困境时 他们发行了高价出售的股票 微软希望在环境和编程语言的开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通过空壳公司购买了约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获得了阻止董事会决策的权利 然后一切都很简单 勾快被故意阻止开发 同时将开发人员从Borlain引誘到市井号团队 我没有任何数据可以证实或反驳这种说法 但我不止一次遇到过这样的理论 有人心甘情愿地相信他 意识到微软的巨大能力 而有人怀疑地否认他并说 如果他们有想要杀死这个环境的愿望 他们即使在通常的竞争中也这样做了 因为他们的环境 功能的自由性质 广告和金融机会 此外 微软自己也发布了Pascal编程环境 因此 帕斯卡根本无法忍受竞争 我们现在将开始研究有关 帕斯卡及其方言的神话 第一个神话 帕斯卡及其方言不再用于教育 首先 让我们弄清楚哪些语言是专门为教学编程而创建的 这时被识 他在60年代开始流行 但因其与结构化编程原则的不一致和创建意大利面条式代码的简易性而受到强烈批评 还创建了Pascal ABC Python Logo Idle Scratch Pascal Turbo Pascal Delphi Pascal ABC和Lazareth迅速流行起来 并且仍然在各种教育机构中教授 尽管不像以前那样广泛 从学校 课程 导师和书直到大学 事实是 在教学生和学生编程时 并非每种语言和编程环境都适合母语在教育机构中的作用 在现代语言中 有相当简单的语言 但很多都不太适合这个角色 甚至在以下一些方面书给了Pascal方言 学习语言及其能力的简单性和速度 即使没有程序源的教育 代码的可读性也很高 教学生正确编写和格式化代码 这在切换到以下语言时也有帮助 多平台 在现代世界 没有他就什么都没有 创建应用项目 系统 移动和互联网 包括站点的能力 Free Pascal Compiler支持几乎所有流行的平台 独立于第三方腹 互联网和其他软件 例如楼栏器 免费或部分免费的许可证 能够使用不同的方法 繁息 进行编程 结构化程序 面向对象等 手动内存管理的可能性 高级和低级编程的可能性 优化和加速程序 低系统要求和便攜式安装和操作的可能性 针对所选语言或其方言具有不同功能的大量编程环境选择 使用数据富士的便利性 能够编写游戏 使用2D、3D图形和游戏引擎的存在 在Pascal下有100多个 因为创建游戏的培训是最有趣的 分部编译 断点和简单的错误步和 大量组件 负 现成的开发和视频教程 事实上 在学习了Pascal语言或其方言之后 用会有机会在30多种不同的编程环境中工作 为多种平台开发程序 在不同级别进行编程 使用不同的编程方法 同时进行非常快速和轻松 因此 你将不需要学习大量流行到不断变化的语言 一些程序员必须学习越来越多的新语言 才能跟上不断变化的市场趋势 在互联网上 当谈论Pascal或Delfi的用户数量时 你会发现很多相互矛盾的信息 在某处他们说有150或30万Delfi用户 在某处他们说大约有300万 我没有找到确切的信息 只能猜测 Delfi语言由Embarcadero开发 其2012年的财务营业额约为1亿美元 但除了Delfi 它还有其他盈利的产品 Red Studio 是Gaga Builder J Builder Delfi for PHP Oxygen Interbase 因此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该公司是盈利的 仅此而已 只能说有购买和用户 但具体有多少就不清楚了 我们还可以查看社交网络中使用Pascal语言及其方言进行编程的群组中的用户数量 你可以看到我在屏幕上找到的早 订阅者的数量在括号中表示 并且从这一点来看 这些语言仍然很有趣和流行 我们还可以在Google Yandex和YouTube搜索引擎中查看与Pascal语言及其方言相关的查询统计信息 我们将看到每月有数10万个请求 第二个神话 不再支持Pascal及其方言 对任何人都没有用 在这里 我想从一个事实开始 由于某种我不知道的原因 来自不同国家的许多人并不喜欢Pascal语言及其方言的存在 正在创建整个网站 只在憎恨这些语言 并且不断宣传Pascal已死 又快已死之类的词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这种言词已经转变了 变成关于一种永不消亡的谁死语言的无因 虽然 在我看来 语言之间的竞争是必要的 多亏了他 语言要么发展 要么消亡 要么保持 并且如果还在开发和使用中 谈论语言的死亡是不合适的 因此 在网上查找资料时 不要对一些程序员的回答感到惊讶 有人说IT项目托管上的Pascal项目太少了 尽管此类托管服务在Pascal和Delphi社区中从未非常流行 不幸的是 Pascal和Delphi项目分散在互联网上 Object Pascal语言和Delphi编程环境在各个企业中非常流行用于编写和维护数据副程序 在Delphi中他实现起来非常方便 在这个方向上有很多方便的特性和便利 Delphi是一种商业产品 因此他的价格阻碍了许多人将他用于他们的项目 但近年来 免费使用这种环境已经成为可能 正因为如此 更多的年轻情聚员开始出现在使用他的地方 Delphi和Lazarus开始支持更多的平台和操作系统 以及更多的各种组件和库 Delphi支持Windows, Linux, MacOS, Android和IOS Lazarus支持Windows, Linux, MacOS, ReactOS和Android 他的界面支持大约36种语言 有些库是编程环境自带的 有些需要单独下载 对于Lazarus,有一个替代的扩展环境 其中包含许多名为扣泰饭的以安装库 如果没有找到需要的库 可以尝试用另一种语言重写需要的库的头文件 以便在Pascal中调用他们 他比从头开始手动编写新库要快 Free Pascal Compiler说FPC环境和编译器是现代的 他们的发展还在继续 新功能出现 几乎所有现有的平台和操作系统都得到支持 这推动了许多开发环境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项目开始使用这个编译器 并且更新经常发生 Free Pascal Compiler目前支持以下架构 还有许多其他尚未经过测试的架构 你们每个人都可以申请测试这些平台 我还提供了编译器支持的操作系统列表 个人电脑 还有一些其他平台尚未测试 这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 Pascal的新方言 支持Pascal或其方言的编程环境问世并不断更新 其中一些当然因各种原因而消亡 但新方言取而代之 并且在许多方面比旧方言更好 在屏幕上 你会看到许多这样的编程环境 并不是每一种现代语言都能像Pascal语言 那样拥有如此丰富的编程环境和方言 新的编程环境不是为死语言编写的 更重要的是 他们多年不支持他们 因为他不会迎利 就Pascal而言 他仍然具有相关性和需求 所以Pascal语言绝对是活的 有些编程环境是免费的 有些则需要付费 在列出的所有编程环境中 我会提请你注意以下几点 Free Pascal Delphi Lazarus和Pascal ABC 他们具有最广泛的功能和跨平台功能 此外 在某些情况下 如果你需要一个支持大量编程语言 包括Pascal的简单轻量级开发环境 你可以使用Gini环境 或者MSG 这是一个更简化的Delphi和Lazarus 或Code Type 在为移动平台开发应用程序时 Midlet Pascal作为具有类似Pascal语法的环境 可能对你有用 但在这方面 它在功能方面明显不如Delphi和Lazarus 此外 没有人禁止你直接从记事本 文本文件 与Free Pascal 跟派类或其他编译器一起编译应用程序 如果你想通过手机在Pascal中编程 安装Pascal NID应用程序 它仍然狠弱 但你已经可以在它上面为Android编程了 如果你甚至担心这些项目很快就会关闭 我赶紧向你保证 这么大的数额商会依赖的项目数量肯定不会同时关闭 他们不会关闭 因此 他们的生活应该足以满足你的生活 然后时间会把一切都放回原处 神话之三 帕斯卡及其方言没有真正创造任何东西 当然 我不会列出所有的项目 因为项目太多了 但我只会举几个最著名的例子 这个列表至少应该足以了解正在编写和更新的项目 在屏幕上 你会看到用Pascal及其方言创建的程序列表 神话第四 Pascal及其方言不适合创建PC 移动和控制台游戏 在屏幕上 你会看到一些用Pascal 又快画其他语言方言创建的游戏列表 对于创建游戏 有大量支持或用Pascal或其方言编写的游戏引擎和扣造减数 在视频的最后 让我们来看看Pascal语言及其方言的优缺点 让我们从缺点开始 1. 网上现成的Pascal开源项目和副较小 并且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获得必要的复和源代码 他们都分散在互联网上 因此 程序员有时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寻找正确的东西 但是对于有块编程环境 他们似乎试图为复和许多远件开发创建一个方便的存储库 这也看现在程序员的平均年龄上 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积极参与在线教育 2. Pascal及其大部分编程环境没有自动垃圾收集和清理 当然 操作系统会并行查看你的程序的执行 并尝试清理你程序背后的内存 但最好提供程序内部内存的清理 你将不得不手动或编写自己的自动垃圾收集器 或者在PascalABC环境下编程 他有一个自动垃圾收集器 但是垃圾收集器也有缺点 这是删除了一些还不需要删除的东西 在某些情况下 程序会变慢 以及计算机上的负载会增加一些 一般来说 能够直接手动管理内存是一种更灵活的方法 因此 在某些情况下 直接内存管理甚至是Pascal的优势 三 目前 帕斯卡在世界上的知名度不如他最好的时候 这意味着在上面找到程序员的工作更加困难 当然 广告和自由职业都有工作和职位空缺 但选择不如一些竞争对手 好处 一 该语言的语法非常简单 这使你可以快速学习语言 用英语编写亦于理解的命令 并轻松阅读用英语编写的代码 代码的可读性处于非常高的水平 而且由于字母的大小写在Pascal中不起作用 这减少了错误调用错误标适乎的机会 他非常适合学习你的第一门编程语言和一般的编程 他不会阻止对复杂编程的渴望 相反 他会展示他事多么简单和异于访问 二 该语言是完整的 几乎可以用来解决任何编程问题 只有少数例外 三 语言结构良好 这使你可以在教育中原美地使用它 并教会程序员正确设计和编写代码 习惯遵循程序规则 这将在以后和切换到其他语言时有所帮助 还支持通过构造表达几乎任何动作算法的能力 四 安全可靠 该语言的设计目的是在错误编写代码的情况下 不会损害计算机 五 非常快的编译器 旧版本声称Free Pascal Compiler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编译器 六 Pascal允许你在会编程序中插入程序代码 用于程序的低级编程和优化 七 对软件开发的系统要求非常低 你甚至可以在非常旧且性能较差的计算机上开发程序 此外 借助Pascal NID应用程序 你甚至可以在Android操作系统下的手机上使用Pascal进行编程 八 与某些竞争对手不同 Pascal允许你在编程中使用不同的方法 你可以使用类和面向对象编程 具有两种多态调用机制 经典虚拟和动态 你可以使用带有记录 常量和变量的过程式编程 Windows系统调用不是正式的基于对象的 如在Linux、MacOS等Persix系统中 因此Pascal可以快速使用它们 正因如此 Pascal没有像面向对象语言那样的限制 即使不考虑管理内存中变量生命周期的不同范式 它与系统调用的交汇也很困难 九 数组组的元素可以从头开始编号另一个 甚至从头开始 甚至从一个 甚至从一千个 不仅仅是从头开始 总结一下我们可以说以下几点 帕斯卡语言及其方言仍然存在 并得到积极发展和支持 这种语言已经超过了许多语言 并且在五十多年的时间里继续进一步发展 在它上面 你几乎可以为任何平台 处理器和操作系统创建项目 你可以在方便的编程环境中编写代码 同时使用方便的范例 在你之前是 Pascal或其方言的大量编程环境选择 所以不要害怕用Pascal编程 目前 没有什么威胁到它 它在市场上感到平静 对于这样一个编程语言中的老手来说 它在大量新语言的背景下如何生存和发展 甚至令人惊讶 尽管如此 最初存在于其中的普遍性 并使这种语言有机会 始终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找到它的应用 这就是我的全部 我希望该视频对你有用 并且你为自己找到了以下问题的答案 是否值得学习这种编程语言 它目前的地位如何以及未来的前景如何 我请你在视频下方树起大拇指支持该频道 并订阅该频道 点击零不要错过新视频并发表评论 祝学习编程和创建游戏和程序好运 在新视频中见